别看这台印刷机长成这样喔 它实际上已经有100年以上历史 透过现地解说云科大文字系学生 重现活字印刷厂往日风华 虽然现地已转型为西餐厅 仍能让人领略活字印刷对在地产业的意义 同时也让学生在访谈过程中 与居民良性互动重现历史 过程中或许发想整个核心概念会比较难一点 但是各组在进行各点的访谈 我觉得在地居民也是非常的能非常耐心 以斗六行起纪念馆为出发点 学生为了达到让整个旧城区都是我们的博物馆 规划四个微型据点 分别扮演全城延续转型到创新 学生们的用心受到在地业主的肯定 可能因为我们一间店而影响了周遭的环境 然后整条老街或整个斗六市 透过同学跟住民的联合的策展来呈现 那这个是我们用分散式的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的方式来呈现 星期六猴子去斗六 是很多人小时候朗朗上口的顺口六 云科大学生透过街角博物馆的策展 带领大家体会斗六的前生及金事 新唐人亚特电视张文明 陈一文 他们引领采访报导 哦 周遇访报导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